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肉上盆 因为这个时候夏季高温 我们购买多肉价格是相当划算的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话有可能都不想去种多肉 因为这个时候种多肉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种好多肉 我手上这一棵是小玉露 玉露一到夏天就会变成灰蒙蒙的 大家看到没有 灰灰的 看起来非常不好看 所以这个时候入手的话会相对的便宜 但是它的死亡盖力也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上盆之前一定要做修根 把这些烂根还有一些毛细根全部给它修减掉 保留几条主干就可以了 然后把旁边的烂叶片给它全部清理完 那么接下来就是直接给它上盆 我们配图一定要选一些颗粒多一点的土壤 像我这一天的话大概占比80%左右的颗粒土 因为颗粒土多了 它不容易积水 不容易积水 它就不容易烂根 我们直接给它上盆就可以了 那么上盆之后呢 我们还要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用这个矿浅水瓶 结上面这一部分 然后呢 把它盖起来 那么盖起来之前 我们要给它搓一些洞 给它开一下洞 不开洞的话它不透气 那么就容易造成它出现积水腐烂 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网友提供的 直接把它盖起来就可以把这个玉露养得非常的漂亮了 不会出现这种灰蒙蒙的一片 但是我们盖之前 要给它喷一些水在这个盖子里面 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就观察它一下 会不会出现化水 如果出现情况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拿掉 放到通空的地方 我们保证不要给它晒太阳 也不要给它施肥 也不要给它浇水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把它放到通空的地方 那么在夏季养多肉 大家切记 不要给它浇水过多 甚至有些品种可以完全给它断水 只要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 通空的地方来养护 如果说有些品种是在生长期的话 我们给它施肥也要注意 尽可能的使用这种多肉 专用有机型营养液 不容易出现烂根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夏季种预露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